众人对李小龙的评判 以超脱理性范畴 无视时政 并弃科学态度 即便证据如山 照片 记录 目击证词 荣誉满载的奖杯 仍有人固执地声称 他缺乏公开的实战录像 这种立场 难以理喻 沟通无门 身份多元 李小龙既是武术家 亦是哲学家与艺人 但究其职业本质 他是一位武术教练 教练的实战记录 自然难以与职业运动员的 辉煌战绩相提并论 但这岂能成为 抹杀其实战经验的理由 提及散打先驱 梅慧智 乃至国家散打队的资深教练 接见在人间 他们为何偏偏对李小龙 抱有如此偏见 再观李小龙的弟子 群英慧翠 拳坛霸主李凯 美式踢拳鼻祖 乔刘易斯 空手道精英 麦克斯通 武学宗师 伊鲁山渡 乃至黑带杂志的 电机人 水护上缘 影视巨星 史蒂夫·麦奎因 艺术巨匠 罗曼·波兰斯基 乃至篮球传奇 卡里姆·阿布多尔·贾巴尔 这份名单 既彰显数量之重 更凸显质量之高 专业与名气并重 李小龙 作为现代格斗领域的奠基者 实战于他而言 不过是日常之常 如此辉煌的履历 竟遭质疑 其实战真实性 岂非荒诞 试问 哪位国家级的格斗教练 能脱离实战的锤炼 此等言论 实属无稽之谈